在今天白天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之下 各地可都是天气晴朗又炎热 只有在云林嘉宇到了下午的时候 局部的短暂午后阵雨 不过这么热的天气之下 明天可是周休假期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出去游玩要注意的事项了 第一个你要上山去 你要特别注意啊 阳光是比平地的阳光还要再更强烈 你的防晒工作不能少 因为紫外线可都在那危险的等级呢 尤其过了中午以后仍然云层量少 紫外线指数依然是一个偏高的状况 另外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晚上的温度只有在13度到14度 你到高山旅游一定要戴件后的外套 可是你要下海到海边去细水 风浪的部分还蛮小的 只有在小浪到中浪 所以还蛮适合海上的活动 可是海上活动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到水分的补充 因为水分的流失在这炎炎的夏日 可是会特别的快呢 第三个事情呢 你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要多喝水 因为中午的天气热 平地的高温可都达到35 甚至台北市明天会到36度 水分一定要补充 要不然就很容易会发生中暑的状况了 高温的天气要持续有一周的时间 那午后真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午后真雨呢 在今天中午以后只有局部的地区有发展 中午之前全台湾天气晴朗 但是过了中午以后 北部东部地区跟中部山区都没有发展云层 只有在云林到嘉义 短暂的雷震雨发展 晚上云层也消散了 天气形态来说 在六日两天都是这样子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下周一开始 山区的部分才会再增多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温度舒适到了深夜以后才舒服些 白天的高温 北部36 中部35 南部34度 东半部地区 8点以后就要注意防晒 外岛地区来说 中午都有在32到33度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阳光强 要防晒 还有中午天气热 记得多喝水 感谢观看